Hello 大家好 我是Hero 今天和大家來到旺角一間食店 這間食店的類型其實我未拍過 大家都知道我喜歡吃牛的 尤其是牛扒 但很多時候出去吃 他們都會叫五成 都會做七成八成 不適合自己的心意 但今次這間是石燒牛扒 自己控制火牛就適合自己了 很感謝今次的邀請來試試 除了牛扒之外 還有一些小食 到時我拍一下再給大家看 那跟我一起來吧 Let's go 大家如果未訂閱的話 記得訂閱 還有按旁邊的小鈴鐺 你的支持就是我拍片的動力 多謝 食店位置就在通賽街 我們在波爾出口 波爾那邊出 出來我們沿著快庫街 一路直行 走到通賽街那邊 很快走到通賽街 我們轉右 直行幾步就到 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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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帶大家來 其實很方便 地鐵站一走過來 大概兩分鐘左右就到了 那它就在鮮達對面 其實這條街呢 都很多食店 所以都不太難找 它的格局就是成長方形的 那位置呢 那麼 看到有四座位 還有兩座位的 那中間都有一些板間開 我現在是六點後 就是晚上的時間 就是這個煮菜 這裏就是主打石燒的肉 那牛為主 那當然還有豬啊 其他 那看一看餐牌 那其實很簡單的 牛一個項目 豬一個項目 那另外就有些海鮮 和一些小食 那海鮮和小食 都是它會煮給你的 不用自己燒的 牛其實都是幾個部位 那由肉眼 封門柳 西蘭牛小排 還有就是澳洲的M7和牛 美國的M9加的和牛 還有最厲害的就是 日本的A4紅本和王的和牛 不吃牛的朋友呢 還有豬的 豬方面呢 就有日本的豬 還有西班牙的豬腩片 還有西班牙的黑毛豬梅肉 肉那方面呢 其實是分gram數 我想去過這一類店舖都知道的 那有三個 只要叫了 譬如這個主餐 譬如我叫了牛 那你想吃別的東西 那其實它還有另一個餐牌 可以追加的 那其實這個Menu呢 它就是午餐的Menu來的 那可以用這個 特別午餐的價錢 來追加 譬如 那你雖然牛想吃豬 這個譬如西班牙腩片 那它最便宜 88元 180g 那你可以用55元這個價錢 就可以吃到 但是份量方面呢 可能會少一點點的 我問了老闆 就平時可能180g 可能會少一點點 就150g左右 叫所有餐呢 它都是免費 有自助沙律吧 一會兒再出去拍給大家看 那我再看了 那我再看了飲品 因為飲品不包的 那另外一個drink list 飲品方面呢 它有兩個column 那一個正價13元的 譬如奶茶咖啡那類 還有一個自製的冷泡茶 挺特別的 沙律吧其實只有幾樣東西 那我出去拍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樣當然要看一下沙律 那這個櫃呢 就放了沙律的 你看 咦 為什麼沒有菜呢 其實呢 它就已經放了一瓶瓶的 那很衛生 旁邊這邊呢 就是湯了 都是任飲的 那今天呢 就是麵豉湯 那剛才老闆就說呢 他們呢 是真是日本米來的 不是珍珠飯 所以呢 吃下去會有些不同的 有些人呢 就不想斬白飯 那這裡呢 就有些飯素的 就可以無限添加 加下去就有些味道了 那還有呢 這裡呢 有些醬料 燒肉汁啊那些 有些人可能喜歡 肉類呢 喜歡加一些醬汁的 那沙律呢 剛才就沒有醬的 那旁邊呢 就有呢 其實這裡有 芝麻醬 沙律醬 和和風沙律醬 肉類方面呢 今天我會試三樣東西 那第一個主打呢 就是他們的叫 美國Prime的封門鈕 這個呢 就是300g的份量來的 那大家都知道 封門鈕呢 近來都很熱的 因為它肉味比較濃一些 比較軟一些 雖然它脂肪就不太重 所以就什麼人呢 都比較適合吃的 吃之前呢 記住做一件事 很重要的 就是它會每台呢 每個人都會給你一個 遺菌 那你如果它 給漏了 你們記住問它咯 否則呢 我們這些美衣服 就會彈到周圍都是油的 來到呢 它有張紙蓋住的 那你先打開那張紙 那熟的程度呢 就每個都不同的 那standard 我問了老闆 那你一來到這塊石 就會比較多熱的 所以呢 你就大概 分半小時左右 那如果譬如大概五成 就是這個這樣的分鐘 那之後你就開始可以反轉它了 那反轉之後呢 五成就大概 如果好像我自己呢 都是肉眼看呢 大概一分鐘左右 先拿起了它 不要保持著放一塊肉 在石板上面的 否則呢 有時候你掛著 拿了一塊之後呢 其他保持著燒 就會過熟的 那你拿了之後呢 你又先切開 好像我現在這樣 那我看到裡面其實都差不多五成的了 那剛剛好的 可以吃到一些肉味 那如果你說 咦 我想好像韓式那些 或者想吃熟一點點 我就好像我這樣 現在就再試一試 就辣辣去 那變相呢 你就會封了它的邊 四邊都可以有一點點凍凍的 切開呢 那裡面都很多肉汁流出來的 第二樣呢 我就試它 最貴的那個 日本A4紅盤的和黃 那和黃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就 不是一間公司來的 和黃呢 就是在那些 日本的和牛裡面 頭的20% 就才可以稱之為 叫和黃的 那我這個呢 就是試 就是小一點的 份量100克 那你見到 它的雪花呢 其實都挺靚仔的 這個呢 做法有一點點不同的 那它就會有個牛油在這裡 等你自己安排的 那先我用把刀 拆掉那些牛油先啦 那其實很快 立即已經沸騰了 已經熱了 那你之後呢 就開始慢慢鋪回你的肉上去 那但是這一隻呢 因為薄身呢 還有油香味蟲 你就不要太久了 大概十秒左右呢 至十幾秒呢 你就立即好翻了 大家都知道 日本的和牛呢 就通常油花豐富一點 所以這個呢 你的油花也是比較豐富 還有呢 相對其他 譬如美國牛呢 就會比較軟一些 還有滑一些 這些牛呢 最適合就是用來鬆飯的 所以現在 立即拿回一碗飯先 那老闆就說呢 這些飯呢 它是日本來的 所以呢 就會比較水分多些 還有黏度高些 吃下去會咬口好些的 那當然啦 你加上它的飯素呢 就會更加有味道 感覺上好像去日本一樣 有飯當然一定要有湯 那今天呢 它就是麵豉湯 那你看到麵豉湯呢 也有豆腐啊 還有海大的 濃度都ok的 雖然我喜歡吃肉 但是也要吃菜 這裡最好 就有沙律任食 還有它是一兜偷 剛才說了 它就封好了 就比較乾淨衛生 還有三種醬汁 可以隨時自己加 第三個呢 輪到牛小排了 那這次呢 我就是試180g 同樣呢 它也是有紙蓋著的 那記住啊 這個計時呢 就是30秒半分鐘而已 那牛小排呢 其實就是 比起剛才豐年牛呢 它的油香味會更加豐富的 沉氣也要說多次了 不要殺了一塊肉 不要擺太久 記住兩邊都是半分鐘 就拿起了 然後再切開 好像我現在這樣 五成熟 喜歡吃就吃 不喜歡 想再焦點 先再慢慢 逐個逐個加上去 放上去 慢慢拿回熟它 第四樣肉呢 我就是試這個西班牙的腩片 那這個就是追加的份量 那你見到呢 其實它都是切開一塊薄薄 還有脂肪分布 都是比較肥少少的 這個都是有牛油給你的 自己鋪上去 那擺的時候呢 也是 我就放上去 九件 九公格的擺 都是放不完的 不過就分兩轉 那這個呢 也都是不要太久了 因為它也是很高溫的 這個呢 就要憑肉眼判斷 比較好些 因為薄 那大概呢 你見到它呢 開始有些收縮 那你就開始反它了 那反而呢 你見到其實它的表面 也有一點洞 那你的油呢 因為比較厲害 所以逼了一些油出來 那看看你自己喜歡了 那其實你差不多 你都看到透明的肥膏 就開始熟了 不過你喜歡 譬如要熟一點 焦一點 還是怎樣呢 我就喜歡焦一點 香口一點 你見到這個碟底 其實都很拖油 因為逼了一些油出來 你見到就會有少少透明 就很通透的 那吃下去呢 就會比較脆口一點 還有會甘香一點 那肉味 也都在西班牙豬呢 就相對是會濃一點點的 嘩 說了這麼久 這麼多口渴 原來我不記得喝東西 那我就試了兩個飲品 當然是試了自家製的 一個就是桂花烏龍 一個是蜜桃烏龍 那這些呢 都是一些冷泡茶 這期很流行的 用瓶裝著 那裡面浸了 一段時間讓它出了味 這個桂花烏龍呢 它除了烏龍味的 其實那個甘之外呢 它會有少少桂花的清香 到蜜桃烏龍呢 那攝影師又覺得更好喝 因為它真的會有少許蜜桃的香甜味 好 吃完這些肉呢 就試試一些小食 還有海鮮 那第一個呢 就是試試它這個虎蝦 你看到呢 都挺大隻的 那還有它已經開了一邊 那上面都鋪滿了一些蒜蓉 還有一些黑椒的 你看到蝦的肉身呢 都很雪白的 那我撕開看看 那它的蝦頭呢 都還有滴了少許蝦糕的汁 所以你會吃到少許蝦頭 蝦糕的味道 看到它另外一邊呢 那些聞露都很漂亮的 那吃下去也是很彈 因為虎蝦呢 又是淡淡肉 它煮的程度也是剛剛好 不會過老的 最後一樣就是它這個鵝肝的 那鵝肝的尺寸呢 你看到不是很小的 切開看吧 那它都是裡面有少許粉紅的 那還有它最重要的鵝肝呢 就是表面要煎得脆之餘呢 裡面最重要夠軟滑 還有不要有筋的 那它也是不會有筋的 那吃下去呢 有少許甘香的 那些鵝肝的味道 還有不會有很重的那些 內臟的腥味 大家可能都會關心的 支付方面有些什麼呢 我問了 有現金啦 Visa Master 還有支付寶的 嘩 吃了這麼多東西都很飽了 那我覺得呢 如果你喜歡吃肉的話呢 這一類呢 就適合你了 因為可以自己控制自己手裡 那個熟的程度 不用整天呢 五成的肉呢 變成了七八成給你了 什麼都自己作主 還有呢 又可以吃一下菜 Balance 喝一下湯 那樣 今次分享來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這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留言 還有分享給朋友 還有旁邊的小鈴鐺 在我身邊 馬上收拾 追蹤我的Facebook 和Instagram 我約定你下影片再見 就這樣 拜拜